大家好,我是烟草经销商小琪 抽烟有害健康,大家知道吸烟会引发多种病症 比如肺癌、慢性滋气管炎、烟喉炎等 其实吸烟还会引发我们身边常见的一种疾病,中风 今天小琪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吸烟和中风的关系 中风又称脑筑中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 吸烟点燃后会产生易氧化碳、烟碱、胶油胺等 其中一氧化碳可以让动脉内内皮细胞中的基球蛋白收缩 增强血管壁的通透性,引发脂蛋白沉积在血管壁 并聚集在血小板,进而诱发动脉硬化,增加中风的风险 尤其是中老年人免疫力弱,抵抗不住醉意中招 其实每当吸烟后,烟草中的尼古丁与烟酸会加重血管的收缩 损伤血管内皮细胞,加速动脉硬化,突然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 实外尼古丁还可以促进红细胞聚集,来细胞层积 使血液粘度增高,血流变慢,非常容易引起脑血栓等中风疾病 最后吸烟可引起血粘度的升高,如红细胞压积升高 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和聚集性增强 吸烟已被证明可引起血粘度显著升高及血管壁损害 益促使中风的发生和发展 所以看到这里朋友们,为了未来身体健康,避免中风趁早戒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